下面我们看最关键的一个专题 叫锁的税专题 这个专题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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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一方面 咱注册会计师锁的税出过大题 注意啊 出过综合题 而且呢 每年的注册会计师必出的会计调整题 一定会牵涉到锁的税 等于说呢 只要你学会了锁的税 主关题有一半 基本就拿下了 如果你锁的税学不会 就意味着主关题有一半 你是不太可能拿到分的 这也都太可怕了 所以说呢 锁的税非常重要 来吧 先来一个 热热身 甲公司2015年初 利盐锁得税资产借翻50 利盐锁得税资产借翻50 那就说可底扣差异是多少 可底扣差异应该是200 就是它 预计负债 这预计负债是可底扣一般是啥原因 产品质量担保费吗 往下来 地盐负债没有啊 2015年的税前利润是9520 锁的税率25% 其他的话都是套话 来往下走 第一个 8月份向非关联方捐钱500 这一看是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 就是这种非工艺捐赠 调税时间该加上它就对了 第二个 银行存款支付了产品质量担保费300 诶 等会你这个质量担保费原来不是200吗 他说他支付了300 那就说超了有100 超的100算什么 超的这100是快税口径是一致的 那这个的话应该叫转回可底扣200就对了 往下来 应收替坏涨180新增可底扣 第四个 第四个是单独的一件事 这样的 我们先把钱仨先弄了它 钱仨先弄了它 然后再说第四 第四是另外一件事 来 我们把价子搭好了 写吧 所有的所得税 全涨这一有没有 反正都是这么一个套路 你呢就是把每一个差异分清楚之后 然后用我交给你的口诀公式 带进这个式子就可以出结果 当然有可能他问的话呢 他是从不同角度去问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还这么几个数吗 来 税前利用多少 920 永久性差异就一个吧 捐款500 走 可底扣差异 可底扣差异的全名 应该叫可底扣散实性差异 还有几个 提坏账有个 提坏账有个180 支付质量担保费 有个转回可底扣200 这题就没有出现 应纳税差异 没错 这是没有应纳税啊 直接看应税所得是多少 应税所得 9520 加上500 加上180 减去200 这是沐田1万呢 交税交多少 2500吗 DN私产是多少 DN私产 这个应该是净转回20 净转回可底扣20 净转可底扣应该是带DN私产 这得多少 20的25%除以400等于5 锁的税费呢 加起来 2505 DN负债它没有 注意啊 这是这个题的前半段的数据处理 我们稍微的看一下答案 看这交税258 这是那个分路 它是拆开写的 它那个第三个资料是 借所得税费 我看看第三个资料是借所得税费 50代DN私产 50 这是哪个 这是那个转回可底扣 那个200 那个质量担保费支付 那个 这个呢 这是那个提坏账 提坏账 我算上180的25% 是这个数吗 除以4 没错 就是它 最后的所得税费是2505 就我们刚才算的这个 那这个 它这个分路应该合的一块 写会更好看一些 来写一下 借所得税费用2505 带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2500 带地盐所得税资产5 应该长这样 那你说它的地盐所得税费用是多少 就5呗 地盐所得税费用也是5 如果问地盐所得税收益 那就是负 这些小儿科的应该知道的 来来咱们回过来看第四个资料 第四个资料是稍微有点筑块的味道 前三个我觉得太简单了 这一看是筑块的这个题 这个题的橙色在第四个资料里面有充分体现 就是非统一碰到了免税合并 看一下 2015年底 假如公司定向增发了10900的普通股股票 换的已公司100%的股份 这叫换股合并非统一的 然后呢 它定成了免税 有一个什么呀 就账面净资产是一个亿 然后呢 它说有一个库存商品工账差多少 它差的是160 发现了没有 嗯 是160吧 别的还有差距不 没了 这160 从集团来讲 应该入公寓 税有局说了 免税嘛 应该维持原仗 于是呢 集团口径和继税口径 会出现一个新增应纳税差异 就这个 那它这个 它会单独的在合并报表准备工作 先哪个分路 除了借存货带资本公寄 160之外 还得再写一个借资本公寄 带地盐负债40 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竞争的资本公寄 是多少 我给你写一下 你看 先调公寓 160 借存货带资本公寄 然后新增一纳税嘛 借资本公寄40 带地盐所的税负债40 应该这样行 那你的净私产增加的公寄口径就会变成 10000 在这个基础上加谁啊 可不是加160 主要应该是加120就对了 公寄可变净私产就是 10100 它占百分之百是吧 那它的代价是10900 10900和1020 中间出现的是780 那就是商与 齐了 来咱们看看第四个资料到底问什么 商与780 地盐负债40 这是它的那个合并当天的抵消分路 这些都套路啊 借存活160 资本公寄120 地盐负债40 这是那个谷本 这是那个调完公寓之后的资本公寄 魏芬 商与 带长头 因为它就割一个嘛 比较简单 拿下 这个 没啥东西 一袋是过 看第二个 甲公司2012年 税前利润一个亿 其他的话我就不念了 都是套话 看第一个资料 说有一批存货 年初年末余额是 9900 相关的低安私产 年初余额是235 年初是235 它的坏账准备 它不叫坏准备 它叫减着准备 年初940 年末880 当年转回存货 低价准备60 我给你画一下它的结构 画这吧 来看一眼 2012年初 这是那个年初的账 8960 怎么来的呢 是它的余额9900 减去940 我给你减一下 9900 减去940 没错 8960 计税维持原账面口径 就是账面余额口径 可底扣差以940 这个8120的年底的账面是 余额9000减去存货 低价准备880得出的 8120 这是账 这是计税差880 当年是转回可底扣60 第一关过 往下来 这是个固定资产 当年折旧1千2 这个固定资产是11年底搞定的 12年折 原价6500 5年 会计上是直线 税法是年数总和 来画一下 首先在2012年 这是我们设定的这个年份 它的年初的账是6000 没提了就呢 计税也是6000 差异为0 到年底的话是4800 因为刚才说了 会计上提的是1200 它的1200是怎么来的 6000除以5 税务上呢 税务上整了个年数总和法 5年期的年数总和法 头一年是15分之5 三分之1 干掉2000变成4000 那么年底的账是4800 计税4000 形成应纳税差以800 新增应纳税差以800 搞定 第三个 税务局罚款300 这叫永久性差异 调税是直接加的就可以 往下来 广告费 25740 款项没给 当年的营收多少 17亿 17亿 乘乘15% 看看是多少 抵扣的广告费 顶格是25500 你看它差多少 它是25740 那它差的是240 新增科底扣 红十字会捐款500 你的税前利润多少 你的税前利润 给定的是一个亿 是一个亿吧 它这个公益捐款怎么说的 别抄12% 那抄了怎么办呢 抄的话呢 不说不让你扣 它以后三年扣 那就属于科底科差异了 你这抄了吗 你这没抄好吧 12% 1200 你这财圈500 差的呢 应该接着捐 这个没差异了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 咱先把它这个数据 我给你拢一下 还是老样子 先跟着我的路子 先拢它一遍 税前利润多少 一个亿 永久性差异 就是刚才有个罚款 罚款是哪一个 来认人门 就这个 这个罚款 就是它呗 300 这个 第三个资料 300 可底扣差异有几个 他给的这可底扣 我看看 有个存货是可底扣 它是转回60 广告费 这个是新增 可底扣240 这可底扣是净新增180 应纳税差异呢 就一个固定市场 新增800 减800 你看看这个应税所得是多少 应税所得 一个亿起头 加上个300 减去个60 加上个240 再减个800 烙9680 交税交到上 9680的25%除以4等于是 这个等于解2420 地盐资产呢 地盐资产 这个呗 直接过来 180的25% 这个是四数 减 地盐负债呢 走 800的25% 除以4 200呗 所得税费 所得税费是2420起步 减去45 加上200 走 等于2575 这分路呢 我给你写一下吧 借什么 借所得税费用 2575 还有呢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多少 45 借地盐所得税费 几百 两百 借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呢 2420 我再验一下 2420 加上200 减去45 没错 2575 搞定 拿下 那这题就结束了 他这儿 还有一些东西让你填 这东西其实就是套路了 没东西了 呃 关键是我刚才给你算的 这些指标都在这 呃 他这让你填这个表格的话 你就顺着往下填就行了 我们刚才说过了 你看我给你对对号 存货这个 可地扣880 没错 固定私产这个是应大税 八百 当的低延负债是两百 罚款这个事呢 得说清一个问题 他那个罚款呢 对应的什么资产负债 因为它是永久性差异 账面计税是一致的 广告费 可地扣240 没错 这个没什么可聊的 广告费 他本身当期直接就合销了 原则上不太可能 形成私产负债 这个铁的话有点牵牵 剩下的咋都整过了 不用再看了 搞定 这不那个分路吗 刚才写过了 再来一个 第三个 甲公司2014年初 低延私产借方余额19 负债代方余额10 我们看看他到底代借的 这个对应是咋回事 看这个 说为什么 低延私产借记19呢 我跟你对对号 它是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 19 标这吧 19的话呢 就这个呗 这不咋写着呢 应收有个提换账60 它当了个失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是那个 买股票做长线的那个 达不到重党影响的那个 它是出现什么情况呢 它的后续供应加波动 低于了初始成本 比初始成本低 它要是比初始成本低的话呢 会计上调到 比初始成本低的这个口径 叫私产占位小计 谁兴成克力口 200 登DN私产50 你觉得当初 他在登DN私产50时 他怎么写的分软 他肯定是借的地盐索的 设计资产50代 是其他综合收益 OK 往下来 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 这是那个质量担保费造成的 80 对的是20 找着了 等待弥补的亏损是420 亏损在刚刚发生 是叫新增克地扣 他这个等待弥补的是420 那就说克地扣是420 等着转回呢 当年挣的钱足够转回 为什么 因为当年挣的钱是1600亿 这个呢 年初啊 他肯定是等待转回嘛 105的DN私产余 最后这不19吗 DN负债这个的话呢 他说是10 这个10是因为 短线有一个增值410 短线的话呢 当你增值410 你的账会比计税高410 资产账命高于计税 形成应纳税410 DN负债登的就是10 就从这来的 齐了 来看 往下走 说当年有什么事发生啊 税前的一日1100云 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他说是转回准备20 这叫什么 转回准备20 我想想 这个人叫转回科底扣吧 转回科底扣20 一会有用 短线这个 他是增值了20 新增一纳是2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增值了40 这个叫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起点是作为科底扣出现的 也就是说呢 他曾经的供应价波动 是烙在了初始成本底下 叫科底扣嘛 那他说他增值40 叫转回科底扣40 那要转回40的话 那个分了早写 转回的话呢 转回的话呢 应该是带地盐锁的这资产10 你借谁 其他综合收益10 因为他本身的供应价波动 他没有形成损益 你不能调锁的税费的 行了 就这些 往下再来 保修费 当年支付了50 提了10 净转回40 净转40 研发费 得了 又是一个追扣 多少75 永久差异啊 行了 这题基本齐了 来上吧 税前利润多少 1610 他这个永久性差异 都是谁啊 这是 就有个研发费 别的没有 追扣75 可底扣 这里面展现的有几个 坏账有一个 坏账他是转回坏账20 那就是转回可底扣20 一个 三往下走 预计负债是净转40 再来一个减40 你还有等待弥补的亏损420呢 那再减个420 齐了 那他净转的应该是480 OK搞定 应纳税差异呢 应纳税就那个短线有一个 新增应纳税20 加20 你看看这个应税所得是多少 来 露个单子 1610起步 减个75 减个480 再减个20 等于1035 然后乘25% 算过来是 258.75 没错 地盐资产是多少 地盐资产它是 转回嘛 应该是代计120 负债呢 负债就这个 贷5 所得税费 来 打个包 用你刚才说的258.75 加上个1.2 再加上个5 走 383.75 这个分路怎么写呢 我给你写一下 借记所得税费用 383.75 然后贷 贷贷贷贷 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258.75 还有呢 低安 资产120 再往下 低安复债 5 我把它加一下 258.75 加上个120 加上个5 最后等于383.75 没错 对了 这个如果他要问你 低安所得税损失或费用是多少 125呗 他要问低安所得税费 那他就负125 这都一个套路 然后他让你填一个什么 就是账面计税对比 这个呢 我相信你是会填的 我就不跟你聊了 直接往下看他的数据 关键就是看 应交所的税 然后呢 这是他的一些相关的表格 这个表格填的话 没什么技巧 这里面我们哪个没有单说呢 就这个 其实我刚才也念过了 这是那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转回可抵扣40的那个账 因为他一直是科抵扣嘛 他说他增值40 那肯定是转回可抵扣40 转回可抵扣40 带低安资产 是借的是其他综合收益师 搞定 拿下了啊 这个已经说过了 来 再看第四个 贾公司18年 税前利润3640 3月20号开始研发专利 研发支出680 阶段研究这块是20 符合资本化前的是60 来来来算一下 他这个是280 是会计是吧 追扣多少 75% 你就说追扣多少吧 280的75% 追扣的是211 先把它拿住啊 往下走 资本化的是400是吧 你400有注册费 律师费不 没有 真没有 那他俩差多少 400的75% 追列300 形成700 700和400 中间差的是300 那叫科技和差异 但他不做低安资产认定 还没完 所以说呢 就这个呗 211个 往下来 买了只股票 定成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初始是多少 这个成本初始是110 到期末调到多少 调到 我看看 它是7块8一股 7块8 乘以20 最终结果是156 这是计税 这是账面 这个应纳税差异是46 这个应纳税差异 你得调到地盐所的税负债 带的是地盐所的税负债的46%的25% 但是你借的是其他松手 记着 广告费又来了 营收9800 算一下 9800 9800的15%是多少 9800的15%是147 你花多少钱 你花了是2000 你超了不 超了530 新增科底扣530 搞定 往下来 有个闲置的办公楼往外租 账面原价2000 折旧500 这一天 它的供应价是1800 年底供应价是2000亿 这个有点绕 我给你单独找个地写一下 写这儿吧 你先看这个 在18年初的出租的瞬间 他说后续 他是用的是供应模式 那么是用房产增化 转化成供应模式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增值 走其他综合收益 他增了多少钱呢 租之前是1500 账面计税都是1500 达到出租状态 供应模式计量 它的供应口径入账是1800 于是出现了300的代计 其他综合收益 没错 是300了 对了 那从差异来讲 账面调到1800 计税还是1500 新增应纳税300 这叫应纳税差异300 这300的应纳税差异 再调的话 账怎么写 贷的是地缘所的税负债 300的25% 但是你借的不是所的税费 你借其他综合收益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增300 他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你的应纳税差异 对应的不能是所的税费 也得是其他综合收益 一回事的 还没完 他年底的供应价多少 2100 这个呢 还是1500往下折就 折的话 他是一次折50 你看他差多少 2100和1450 差了个650 这肯定还是应嘛 你看这个新增益纳税多少 350 OK 这个是可以调所的税费的 调应税所得 因为它会构成损影响 拿下 然后干嘛呢 让你写相关的分路和核算 来来来 还是老样子 先给我捋一遍 税前利润是3640 这不用动的 永久差异是哪一个呢 就是那个追扣研发费200亿 可抵扣差异 这儿有一个广告费 新增可抵扣530 应纳税差异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投资性房产 它是新增350 这不就摔了吗 应税所得 加一下 3640起 3640 走 减个200一起 加个530 走 再减一个350 出来一个结果叫3610 25% 乘一下 多少 902.5 电磁铲铲呢 电磁铲铲的话呢 用这个 乘过来 530 得25% 借记132.5 颠覆债 350 再来 350 350 得25% 87.5 所得税费呢 用902.5起步 减一个132.5 加一个87.5 等于857.5 快捷分了怎么写 写这 借记所得税费用 857.5 我看它平补 稍等 902.5 走 加上它 减了它 挤出来 没错 这题基本上就结束了 它这还有一些细致末节 比方说 研发费的分路 借研发支出 资本化400 费用化280 带银行存款680 然后280 转当期的损益 走 这个 形成资本化的话 这400 在计税是700 形成克底后300 但它不做地盐 所得的资产认定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是涨了46 叫新增应纳税 对吧 但是它这个走的是 地盐负债 调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46的25%吧 46除以4 没错 这是它的最终的成型的分路 和推算过程 我们刚才都推过了 你自己看吧 我们都做完一遍了 走 整个母题 所谓母题的话呢 就是把所有所得事 能出的 我都给你出全 这种题比较恐怖 做这个题的话 怎么在需要俩小时吧 这是说的 伸手要束手的话呢 这个题做下来也就40分钟 我们讲的话呢 只负责把它的差异 整清楚 真正传述的话 反而简单 真正传述反而简单 来 为了讲解的方便 咱这样子 咱整一个挂一个 整一个挂一个 看着啊 每一个是不是都这样来的 123456 这么多 17个 17个 当时我咋想的 是这么费劲的东西 看见没有 每个上都有变号 我说一个差异 咱就找一个位置 说一个差异 找个位置 最后咱们传出一个最终数 就算完成了 这个游戏 咱们正式开始 先来投一个 投一个 在投一个之前 有一些数据 先给大家简单的串一下吧 税前利润 2020年是1000 然后呢 头一个数据是有一个设备 19年开始折 原价800 会计四年年数总和 税务八年直线 在19年底的可收回价 240 来 咱们画一下 刚开始肯定是没有差异 这不用说的 800 800 差异为零 19年初的 19年的话呢 它整的是什么 年数总和法 四年期的 第一年十分之四 800的十分之四 是干到的是320 嘎到320 胜的那个账面价 是480 但它有一个可收回价 提了个减值 提完减值变成了240 人家数据是 八年直线 一年100来 这变成700 你看它差多少 差460 科地扣 头一个是新增 科地扣460 然后问题是 你提完减值后的 那个20年 会计上怎么办呢 它说折旧方法不变 期限不变 那你还有三年 年数总和法就是 1加2加3分之3 6分之3 切一半变成120了 计税呢 计税是600 科地扣480 看新增科地扣 20 这就是新增科地扣20的由来 我们找一下 20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里 看 20 咱每个都这么找一个 别想麻烦 来看第二个数据 第二个 甲公司20年初研发专利 研究费500 开发费800 100不让资本化 那你说它的费用化的是多少 是600 600的追扣是多少 600的追扣 450 调税时的话呢 接着减450 这是一个 它那个资本化多少 资本化是700的开发费由资本化 然后呢 加上注册费 历史费7600 那计税呢 计税是 计税 计税 计税得用700 乘以1.75 是1225 加60 是1285 没错 它俩差的这个口径是多少 差的是525 但是这个525的话呢 定乘科迪扣 但它不做地研锁的 设计司产认定 因为它不影响损益嘛 然后呢 它贪多少 这个贪多少 它是几年的 五年直线 当年贪的是三月 760 除以5 三个月相当于14分之一年 除以4 这个贪的是428 这个呢 1285 除以5 除以4 这个贪的是64.25 你俩差多少 差26.25 追扣这个 追扣这个就行 来找它 450在哪里 450在哪里 450在这里 就这个 这是那个26.25 这不缺2吗 减它 来往回翻 第三个数据 第三个在这里 有一个商务楼 买价2000 增值税180 用于出租公寓模式 计量 直线法50年始 数据的口径 19年底的公寓价3000 20年底的公寓价3000 来画个图 首先在19年初 账面计税都是2000 差异为0 年底的话 因为它是公寓 它会调到3000 税务局的话 是直线法折旧 它是一年折40 50年嘛 2000除以50 就是40嘛 它会变成1960 资产账面 高于计税 形成 新增应纳税差异 1动4动 新增应纳税差异 1040 到第二年 20年底 它的账面调到3000亿 几税呢 减区隔40 变成了1920 差多少 31-110 差1180 1180和1040 差多少 新增应纳是140 OK 拿下 看这140 搁哪去 找它 圈3在哪里 圈3在哪里 圈3在哪里呀 在这里 看140 来往前翻 该第四个数据了 哎呀 是挺费劲的 但是这是在学习主意啊 不能怕累 接着来 第四个简单 说有一个短线 10月1号买的 花了300 年底供应价400 到20年底 供应价是110 首先在19年初 它的账面计税差异全是0 19年底的账会到多少 调到400 计税呢 计税是300 这什么差异啊 应纳税 相当于19年新增应纳税差异100 搞定 2020年呢 哎呦 2020年它出现了一个什么 减值变成110了 计税还是300 这吧 可底后是19 可底后19的话呢 这是怎么办呢 你这是应哎 这种情况下是先转应 转完100个英之后再新增可 19 来我们找找它那个数据 第四个资料在哪里 在这里 第四个 先说英吧 还是可 可 19 新增 英呢 英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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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这 转回 圈死100吧 往前翻 盖第五个数据了 第五个数据在这里 买了一只股票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200 年底 共价300 这个就不用再分析了 这是应纳税差100 但它这个应纳税的话呢 因为你当初200到300 调的这100 它走的是其他松坑收益 那你的新增 应纳税100 带的低延负债25 借的是其他松坑收益25 OK 往下来 第六个 提换一账40 新增科技扣呗 充准备11 转回科技扣呗 然后圈6找一下 圈6在哪里 那个圈5是不影响所得税费的 所以说就没有整它 这儿 转回科技扣 圈6 新增科技扣在哪里 在在 新增科技扣 新增在这儿 40 加40 减11 圈6也齐了 再往下翻 圈6齐了 再往下翻 7 这是一个成本法分红80 总分红80 你是拿到64 成本法分红的 头的收益属于永久性差异 然后长头提减这儿 属于新增科技扣20 找这俩说 64是永久差异 放在这个位置 看 圈7 然后那个体检制科技扣 这边是圈7 20 新增科技扣 再往回翻 第8个数据 哦 第8个有点费劲 2019年初买了丁 50%的国分 达到共同控制 出市成本800 对方供应可变境 资产18 18的50% 是不是900 那形成100的负商预测 以外收入的 然后当年有一个存货 就刚开始投资时 有一个存货 账工差100 当年卖了60% 说明当年的支出少60 第二年卖了40% 说明第二年的支出少40 结果第一年的话 净利是260 那么公允净利就是200这儿 200的话呢 我占50%应该是借长头 代投资收益50 亏了10这个应该公允亏损是50 50的亏损我占50% 25的亏损承担 这倒腾来倒腾起 你告诉我长头预额到底是多少 画这儿吧 这是2020年 首先先说起点的这个 20年的长头全法的账是多少 800起 加上个负商100 是不是900 你刚才的这个公允净利是200 占100 应该再加100 变成1000了 继税为值800 形成200的应纳税差异 因为他有明确的回收计划 所以说做载时性差异认定 到年根底下这儿会变成多少 这个得区分一下 你看啊 他说亏10 公允亏于50 你占25 对吧 他会变成975 975是975 然后还有个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一个 80的25% 40呢 那这应该是1015就对了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增加的这个40啊 他不影响损益 那你调的这部分 就算是有差异 应该调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这要盯的是锁的税费 所以说帮搭理他 那就拿975比 800差多少 175 哎呀 175 转回多少 25吗 找 转回25在哪里 在这里 嗯 25 圈8 加25 对了吧 别把这个扯进去 记得这个别扯 就这个 这个不影响损益 不要搭理他 提质量担保费40 花了20 19年是提 新增克里克40 20年是花 转回克里克20 然后他又提了13 哎 20年应该是静转静提啊 20年是 我看花的多提的多 提提的多 花的多 花的多 静转可抵扣7 找 静转可抵扣7 这个 圈9 减7 前面是减号 记得啊 往下翻 第10个 定金这事 收 收定金50 第二年发货 数据说定金总收入 你第二年 是不是20年 20年发货 是不是转回克里克50 没错 转回克里克50 找 在这里 转回克里克50 看 你这不加号吗 钱都是减 往下再翻 这是等待弥补的亏损400 亏损发生叫新增 弥补叫转 转400呗 转400在这里 看 圈11 加400 前面是减 12 营收3000广告费500 这个差多少 3000的15% 450 广告费500超50 新增 克里克50 到第二年的话呢 是5300的15% 这个迪扣是795 你这不到795 差了个95 但是你转回克里克 只能是50 转回克里克50 找一下 12在哪里 12在哪里 12在这 转回克里克50 这是圈12记得 圈10 往回翻 这是一堆的永久性差异 看 法莫之处 加13 国债利息 减9 超倍要招待费 加20 非供应捐赠 加100 往下翻 就这个 这是那个圈13的系列 加13 加20 加100 减9 齐了 永久性差异 基本上到这就结束了 减的是416.25 往回翻 第14 公益捐赠 超了吗 等会儿 他那税前利润是多少 税前利润是 1000 12%的话 是120的抵扣 你这150又超了 超30 新增可抵扣30 新增可抵扣30 找 在这儿呢 30 看 圈14 30 还有谁 第15 买了个专利 花了500 没有期限 不贪 刚开始500 500差异为零 到期末 会计还是500 继税变成450了 形成50的 应纳税差异的新增吧 应纳税差异的新增 应纳税差异的新增 应纳税差异的新增在这儿 减50 再来往下翻 还有谁啊 有个研发设备了一个 哦 这个有点费劲 研发设备花了100 会计上整了个四年期年数总合法 一年折就应该是40 半年应该是20 因为它是6月份交割的 当年折就20 数据说了 这是一次核销 但会计上说了得慢慢折 于是它是一次核销是100 我会计上核的是20 税务支出比会计大 大80 是大80的 我看看就是大80 大80税务支出大 应该算什么差异 应纳税80 在这里 80 在这儿 圈16 9-80 往下再翻 还有谁 齐了吧 这个有一个 这是一个退货率 这个 退货率 你当初预计退20% 当初它的预计负债一定是200的20%40 这叫科底扣40 退货 应收退货成本一定是100的20%20 这是应收退货成本是新增的纳税 这是科底扣 40一个20一个 这儿 40在这儿 圈1740 20呢 在这儿 这儿 没了 都齐了 都齐了 还有不 17个吧 全到齐了 然后呢 问20年怎么办 这就穿呗 税签利人1000 永久性差异 减416.5 科底扣 净转回178 应纳税净新增165 应税索得240.75 交税25%为60.1875 DN私产借记还是代计 代计44.5 DN负债代计41.25 最初索得税费是145.9375 一般算到这儿的话呢 学生都哭了 这个过程我就不再聊了 大家都会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最后那个题 不有一个退货吗 退货的话 你等着啊 当初是这么做的 如果是正常退是这么做的 他现在是日后期间退 应该补充的是多少 他是退百分之几十 找一找 他是退百分之三十 这个数据是这样的 日后期间退的是百分之三十 那这种情况下 应该会出现 以前年度的这个追调 日后期间 充收入充成本 看见没有 然后借预计负债 借销项 借库存 这些东西都是套路 关键是你这样做 有个问题 当初的科底扣差 应纳税就冲掉了 然后应税锁的 将会调减7.5 这样的话呢 净利是调减7.5 应攻击调减0.75 你的锁的税费 就得在这个基础上 往下调 这是他的一个所谓的改变 另外的话呢 这个题还有一个延展 我这个延展挺恶心 就是把这个资料 一做了一个拓宽 他说如果在资料一里面 有一个税率的更改 可咋整 他要改税率 啥时候改 先说 1920执行25% 是吧 22年执行15% 问咋整 来整他吧 来看题板 我们需要把这个题 做一个拓宽 2019年初 账面计税800差异为0 年底的账240 计税700 科底扣460新增 这个是120 科底扣是480 新增20 这个是40 500 科底扣460 转回20 0 最后了 400 差400 转回60 我们主要是什么呢 前三年是25% 后头是15%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你这个460 将来转回的时候 有20对应的是25% 没错吧 就是他这个有个对应 这个这个是25%的口径 对不对 这个20的话呢 对应的是25% 后边的话对应的是15% 那么如果要是先进先出法 这个20是25% 剩下的话都是15% 那就说你这个460里面 是不是有20是对应的25% 没错 看20的25% 440的15% 余额71 往后就省事了 全是15%了 全是15% 看这个也是新增的 等你往回转的话呢 这个是25% 然后的话呢 剩下的话都往15%转 最终这个余额 第一年是71 第二年的话呢 是74 然后转完之后的话 就会变成69 一次往下推 就变成了60 这剩下的话就好算了 其实就是一个 找寻先进先出的套路 就这有个个影的地方 这个20转回时是25% 你需要把这个460里面 20这块拨出去 剩下多少15% 明白了没有 就这个稍微点难 但是这个的话呢 是属于历年考题的一个改造 锁的税终于结束了 刚才这个母题的话呢 实际上就串联题 帮大家练技术知识 察觉不漏 基本上我把我能想到的锁的税 全部给你想全了 还行 出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 一般 你不要谦虚 该谦虚还是要谦虚一些的 虽然知道出的不错 也要表面中出一副 也就那么回事的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声赞 och订� med